大哥 你是好皇帝 以后好好照顾老百姓 希望别再有以大其小 以强其弱的事情 人人都有钱花 小孩都有书念 你干吗跟我说这些 小三 有什么事你就说啊 我知道你够仗义 我走了 你去哪里啊 大哥 多保重 替我照顾好小天 你有什么事 你不说 就不许走 太后 母后 那 你 大哥 多保重 来人哪 传太医 花肉晕打了 皇上 就是这套书 谢谢大娘 皇上 小天他怎么样了 小天 他很好啊 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 所有的饮食 都需要经过详细的检查 大娘您放心吧 皇上 您今口预言 可要说话算数 目前本草 已经刊误完毕 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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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这几卷 如果也没有错误的话 即刻证明楚太医是被冤枉的 这案子就可以平反 小天 你就没事了 皇上 我为了小天 隐姓满民二十年 为的就是小天的平安 如果小天真要怎么样 就让我带她去吧 大娘 小天 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是我带她 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皇上 求您一定要帮帮她 如果我以前要有什么 对皇上不礼貌的地方 还请皇上恕罪 大娘 你起来 先起来吧 起来啊 来 大娘 大娘 我对天发誓 如果本草编钻无误的话 就算陪上我这个皇位 我也会不惜代价 为他们平反 即便有误 不会有错的 皇上 楚太医是被冤枉的 楚太医做事一丝不够 他就开个顿补 也要反复检查好几遍 他绝对不会编错书的 真的 我记得他们当年编书的时候 有三四十个太医 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 应该一起被砍的 为什么只砍了十二个人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这么多人参加编转 你 皇上 这是什么 我把空阁里的字 全部都留下来了 总共有八个字 续文是原本就有的 记号是后来加上去的 我爹应该是临时起义 挖出的字 如果上头 没有书上的这个记号 我想 应该 不会有人发现 续文暗藏玄机 但是这八个字 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就 把这八个字拼拼看 看看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大哥 先帝他 是怎么过世的 无病无痛 在睡梦中过世的 走得安详 大哥 你看这个 悟信皇上 王驴偿命 干什么 赵副宋 你给我出来 干什么 小石头 三哥替你报仇了 好 好 好 小姐 小姐 大师不好了 张泽在探大军府里了 快 快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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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保护带持 走 准备 别让他跑啊 不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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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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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二位太医 前一天都在太医院当值 之后李宝川就来宣旨抓人 连续两天 Raj了十二个太医 bleibt 第三天 我父皇就驾崩了 李宝川奉旨抓人 这些人又是同一天当值 先帝驾崩 也太巧了吧 巧得不止这些个 当时你指的御书房汉灵 就是赵福宋 悟信皇上亡于常命 他们处心积虑 销毁这套书 大哥 看样子先帝的死 不像是寿终正寝的 可惜呀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 知道真相的 应该只剩赵福宋和吕宝川 不过这两个人 真的贼得狠 就算知道什么 也不会说的 这件事情 事关先皇 就算他们不说 朕也要逼他们说 大哥 这两个都是老狐狸 逼他们开口不容易啊 既然这样的话 就让他们两只狐狸护药 让他们 窝离返 皇上想策反谁呀 你猜猜猜看哪 赵太师 怎么说啊 赵太师为吏部尚书 科举出身 读圣贤书 亦书之以礼 读圣贤书 未必做得出好事 赵太师亦为人父 女儿聪慧伶俐 妇女情深 亦动之以情 你怎么不猜是李宝川 皇上 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 想回去休息 你们先下去吧 是 娘娘 来 朕扶你 皇上 怎么了 你不是不舒服吗 皇上 臣妾怕李宝川耳目众多 隔枪有耳 你是贵妃 有阵帮你撑腰 李宝川会对你怎么样 李宝川的个性乖结 喜怒无常 而且仗着太后的宠幸 目中无人 臣妾 曾多次听到她冒犯 皇上的言语 是大不敬 臣妾也曾经多次指责过她 哎 李宝川恃宠而骄 也不足为奇 以后若是对你有不敬之处的话 你尽管跟朕说 朕给你做主 谢皇上 与皇上做主 臣妾就不怕李宝川传小话 搬弄臣妾是非了 你放心了 李宝川说的话 朕向来都不听的 然后呢 娘娘说她身子不舒服 让皇上扶她进去歇息 至于后面说了什么 奴婢就没有听到了 怎么皇上一问起我她身体就不舒服呢 这事这么巧 公公 我觉得皇上 有意离间公公和赵太师 还请公公 提防小心 好 今天你的事情汇报得好 让你当这个女官委屈你了 莫贵妃在丽妃之前 是个六品公正 我让你当个五品公正 谢公公 日后崔幻一定尽心尽力 报答公公提携之恩 没什么事了 可以走了 是 是 太师 明镜 小姐怎么样了 她好多了 刚刚才喝过汤药 好 那你先下去吧 是 小姐 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小姐 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 尽管跟爹说 爹再让冷太医来看你 爹 我求你一件事 好好好 有什么事 你尽管跟爹说 爹一定帮你办到 我求爹 饶了张哲三 香娘 这张哲三出手如此狠毒 今天 倘若不是你替爹挡着一下子 爹恐怕早就没命了 他下手如此狠毒 你怎么还想着他说话呀 爹 他不是有意的 他不是有意的 是因为小石头死了 小石头 就是爹那天见过的孩子 张哲三说他死了 是爹害的 这 祥宁啊 这手底下的人出手不知轻重 爹 已经把他们都惩处了 可是换不回小石头的命啊 他还只是个孩子 他还只是个孩子 小石头年幼无知 藏匿朝廷侵犯情有可原 可是他张哲三 他不应该连累小石头啊 我告诉你 害死小石头的不是你爹 而是他张哲三 爹 不过就是几卷医书啊 那可是先帝的遗旨 先帝都假奔二十年了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小宁 好好听爹的话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休息 爹答应你 在你伤好之前 展示饶了张哲三 谢谢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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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皇上 其余数件本草 已经查验完毕 内容正确 编撞无误啊 辛苦了 臣待当年十二位同僚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本草一书已经查阵无误 是否就此召告天下 借此公主于事 一位十二位太医 在天之灵 这个 先不要急了 朕另有打算 是 皇上 张大人来了 皇上 小三 你可回来了 朕已经下令 撤销你偷书出宫的事了 官赴原职了 小安 先下去吧 是 发生什么事啊 大哥 我想 求你一件事 说 我打伤了张愚昧 怎么会这样啊 赵福松杀了小石头 我要替小石头报仇 我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呀 赵福松在牢里对小三用刑 小三想找赵福松算账 香宁为了救他爹 挨了一下 二哥怎么那么冲动啊 赵福松不对 自然有国法制裁 香宁的伤严重吗 听说 伤得蛮重的 所以小三希望 你可以帮香宁看一下 嗯 好啊 大哥 你安排一下 我马上就去 可你一旦离开宫中的话 就等于脱离了保护了 大哥 我爹的清白 你已经为我证明了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小天 我亏欠你太多了 小天 我亏欠你太多了 不能再让你承担丝毫风险 我去让香宁进宫 你给她看一下好了 这样最好了 我能就进赵谷 二哥能就进看护 很严重吗 你看你的脸 揪得跟包子似的 没事 只是受了点内伤 扎个针 喝个药就没事了 不过你得乖乖静养 等你好了 记得把我二哥 还扁一顿 下手重点 别给我面子啊 好了 那你先休息吧 我走了 何太医 再见 香宁啊 你呀 就安心地静养 爹有点事去去就来 明京 照顾好小姐 是 她到底怎么样 情况非常地不好 你刚才不是说 香宁没事儿吗 我是不想让她难过 才那么说的 香宁的五脏六腑 都被镇伤了 肝肺受伤最重 会有生命危险的 这 那 我会尽全力救她 但是我没有把握 她也是有空多陪陪她 不让她弄 小姐 这样好点了吗 冷 好冷 好冷 冷 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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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小宁 你觉得怎么样 冷 好冷 疼 自古的冷 冷 是啊 这两天天气凉 加上你受伤了 你当然会觉得冷 明镜 快去弄个火盆来 帮小姐取闹 是 爹 你怎么了 爹没事 爹就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心疼 我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对 你过两天就好了 你过两天就会好了 爹 我有点困了 你睡 爹在这儿陪着你 睡吧 睡吧 有点好 爹 这儿 有点好 划 粹 叫 只要尽全力救湘宁 需要什么跟我说 我会尽全力的 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把握呀 你只要尽全力就好 湘宁是个好女孩 清明大师 李公公在花厅等好久了 公公 您今儿个这是 是 啊 这个 听说您女儿香您病了 我这是专门从宫里拿来供品 给您闺女补补身子 啊 早日康复 多谢李公公 哎呦 咱俩都这关系了 你还这么客气呀 最近 我听到宫里传出一些消息呀 什么消息 你知道皇上吗 皇上要挑拨 你我之间的关系 你可别中计呀 啊 公公您说这些 是信不过本部吧 不 我没这么想 您脱信了 公公常说 你我同诸一命 对呀 既是如此 你今天又何必给本部提起此事啊 这俗话说呀 小心使得万年传 您说是吧 本部自有分寸 管劳公公费心 呀 李公公 这些补品 还请你拿回去 香您病了 本部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些 还望公公早些回去 本部就不送你了 本部就不送你了 来人 送客 这有点意思了 你来有什么事吗 小宁她还好吗 小姐是被你打伤的 你就不用过来幸灾乐祸了 谁呀 小姐 小姐 是张哲三 你让她进来 进去吧 好 好点没有啊 没事了 好多了 你看 这都怪我 要不是我误伤了你 你也不能躺在这儿 小的有点尴尬啊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那那 你得快点好起来呀 我好带你去玩啊 你不是说 是我出卖你的吗 你还带我出去玩啊 我知道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 那天晚上 你跟你爹在这儿说话 我在窗户外边 我都听见了 你偷听我说话 我不是来偷听的 我本来是想过来看 我看你谁知道你爹也在我 知道是误会就好了 那你还不赶快向我道歉啊 还得 张愚昧 对不起了 用不用我再给您磕一个 嘴上说对不起 太没诚意了 这样吧 我罚你 张嘴五十下 五 还得 五十下太少了 这样吧 咱打五十一下 好不好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真打呀 不过我也不会这么轻易地饶了你 这样吧 你答应我一件事 别说一件 两件都行 说吧 你先答应我 说到做到 我答应你 你快说吧 你发誓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 好好好 我发誓 我 张哲三 发誓 张愚没说的 我一定做到 如果做不到的话 下辈子我就变张愚 好吧 讨厌 讨厌 好 那你答应我 再也不可以伤害我爹了 好吗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说到要做到的 可是小石头 小石头的死 我也真的好难过 可是我爹 他真的不是有意的 他也不想伤害小石头 是他的手下物下的毒手 可这命令是你爹下来的 我爹要杀的人是你 不是小石头 他真的不想伤害小石头 你别怪他了 我让我爹 处置那个杀小石头的凶手 来祭奠小石头的在天之灵 好不好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回去了 你自己好好保重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娘娘 李公公说 这是送给未来皇太子的 李公公他还说 说什么 说祝娘娘早生贵子 回去告诉李公公 公公吩咐他 一揉一定照做 是 这这 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 香 您觉得冷 这可以缺寒气 责勇气 小宁啊 有没有觉得暖和一点啊 暖多了 太师啊 这里会有点热 要不要回房休息啊 不要紧 我在这里陪着小宁 小宁 等会儿呢 我会帮你扎一针 要是感觉困了 你就管你睡觉 什么都别想 好 放轻松 太师 接下来 我要连续十二个时辰 给小宁扎针 不过 有话你就直说 这十二个时辰是关键 如果香宁能撑过这十二个时辰 那他就有救了 你就多费心 不管如何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香宁 我在这儿拜托你了 小宁扎针 是 来 多谢太师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现在是关键时刻 要不停地换穴位 扎针掩针 好 天心 香宁现在到底怎么样 应该没事了 初天心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了 天心 之前老夫处处为难你 甚至想将你除掉 您为何还如此对待香宁啊 我是一个大夫 面对病人怎么能尽死不救呢 何况香宁是我的朋友 你难道不记恨老夫吗 也许 也许忘记对大家都好 过去了就算了 我只希望香宁能快点好起来 初天心 老夫为之前的所作所为 向你赔罪 太师啊 千万不要这样 您是我的长辈啊 太师父了 希望你 以后都为香宁着想 能多给她一点关心 爹 爹 相年 你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 胸口不痛了 老天保佑 咱们要好好谢谢楚天心哪 老天保佑你啊 小娘 大哥 小天哪 十二个时辰不眠不休 体力耗尽 现在回医护站休息了 怎么治了那么长时间啊 张愚昧不是小伤吗 她是怕你自责 所以才不跟你说的 其实香宁伤得很严重 差一点她的命就没了 那她现在怎么样啊 香宁命大 小天把她救回来了 我来看小宁 太师在里头 你快走吧 小宁怎么样了 已经醒了 你想看她晚些再来吧 你不可以进去 你给我站住 你 你来干什么 你快出去 你快出去吧 我来看香宁 出去 爹 你让我跟她说几句话 行吗 我去 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 没事了 你看 小天已经把我治好了 香宁被你害得 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还有脸来见他 打伤香宁是我不对 但我不是故意的 是你贪污受贿 派人杀小天 小石头 我是替他们报仇 你放心 我杀不了你 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你 张哲三 你住口 我不许你站跟我爹说话 我知道他是你爹 但是事情总有是非对错 那本账册你也看到了 你爹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这样袒护他 不是在帮他 是在害他 张哲三 你给我听清楚 不管我爹做过什么 即使他有再多的不是 他终究是我爹 我宁愿天下所有的人都骂我 我也不许你骂我爹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出去 娘 娘 怎么样 我没事 爹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来 我来 赵太师 赵太师 请留步 太师 皇上有事儿 请您到御书房去一趟 来 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太师 现在香宁怎么样了 皇上 香宁已经醒了 是楚天心不眠不休救了香宁 太师要谢的话 应该谢他 朕找到一些折子 想念给太师听 清帝 庆阳以北 饥荒严重 道匪猖獗 臣见请皇上 赈灾驱道 好 太师 你还记得这个折子吗 皇上 这是微臣当年在御书房当汉林时 所写的奏章 每个折子 所说的都是为国为民 朕赞同你 皇上 那是先帝亲朕爱名 微臣从不敢鞠躬啊 可据朕所知 贵阳水患 先皇并不理会 来年又传灾情 你二度渐言 还被先皇 庆阳 庆障五十啊 太师 你苦民所苦 却因此受罚 朕 但先皇将你赔罪 不 皇上 微臣不敢 皇上 先帝已经驾访了二十多年 我还请皇上 再莫提起此事 太师 楚虹临死之前 留下了一个讯息 就藏在他的 九真别绝里 什么讯息 楚太医说 先皇死于非命 当年 先皇走得太突然 朕又年幼 太师能不能跟朕说 当时真正的秦皇 皇上 微臣 记得那天上早朝的时候 先帝没有来 当太监到御书房查看的时候 已经发现 先帝驾崩了 可是楚虹 为何非要说先皇死于非命呢 微臣也不清楚 李公公 是管后宫的 我想她应该更清楚这件事情 太师 朕信不过她 朕信不过她 爱切切尽在花中痒 混流在那一夜花前月下 看星星疏落惆怅 前逛 前逐的都是 前逐的都是 手一双 都是情味和 不一样 问谁在心夜里思念挣扎 看天地良情向往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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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心去流浪 让梦去飞翔 看爱情场面在水中量 亲情在各岸相望 掌心去流浪 把思念装进了行囊 整个心看不见彼此感想 我们的心在歌唱 我们的心在歌唱